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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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相关的一些戏剧知识 中国的戏曲历史可是非常悠久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很长 然后它的文化底蕴也特别深 它是一种综合性艺术 刚才我们看到了 它里边有音乐 文学 舞蹈等等 它还把很多歌唱 美术 武术 多种美的艺术要素 融在了一起 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所以特别具有中国的韵味 那么说到戏曲的知晓知识 第一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戏曲当中舞台上那么多人物 他们是怎么分配角色 角色的分配有什么规律呢 老师想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 我想请几个同学上来 戴几张戏曲化妆的面具 谁想上来 试一试 我 同学们太积极了 来 你上来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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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个 来吧 来 你站在这里 好 你站在这里 好的 来 你往这边走 好了 我给大家分配一下 你戴上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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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戴上给大家看一看 怎么样 有意思吗 有意思 中国有一句话叫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不光要觉得有意思 还得通过我们这节课 学到一些相关的戏曲知识 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 先看他的脸上的化妆 你便觉得这样化妆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帅人 觉得他很帅 帅人 那么在戏曲当中 他不叫帅人 他叫做生 那么年轻的叫小生 老了之后 面部化妆 不用换 直接戴上一个假的胡子 就表示他是一个老生 是不是 就有了年龄感 这是生觉这个意思 那么大家看一看 这位你同学戴的这个脸谱 美丽 装饰物 比方说 碧花 戴上去之后 还有他的一些 这叫做中缝 用钻 刷上去的一些装饰物 就更加的漂亮了 那么这是 这个人物 他有一个名称 叫做蛋 就是专门指戏曲当中 所有的女性角色 和他一样 年轻的叫小蛋 老的叫什么 爱泪 老蛋 好的 再看 这个特别有特色 你们觉得这样化妆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很厉害 对 你看他的很张扬的感觉 图案非常的 有一种夸张的感觉 所以说他一个很厉害的 这样的人物表演风格 粗广 豪放 声音浑厚 所以他有一个名称 俗称花脸 戏曲当中叫做 静 生和淡的化妆 而是千人一面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 漂亮 那么静呢 虽然叫静 脸上并不干净 所以叫丑不丑 静不静 他的化妆和他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叫做丑办 是千人千面 丑呢是大同小异 什么叫丑呢 你觉得他丑吗 不丑 你说了静不静 丑不丑 丑并不是很难看的感觉 而是一种什么感觉 好玩 对 好玩 非常的诙谐幽默 尤其是他表演的时候 就更有意思了 所以这就是戏曲的四个行当 叫做生 淡 敬 丑 这四个行当 好 这是我们了解了戏曲的一些 这个角色分类知识 下面呢 我们用掌声 请这一位同学回去就座 感谢他们 我们表演 好 谢谢他们 那么了解完戏曲的行当划分之后 同学们看一看 在生 淡 敬 丑 这四个行当中 你们觉得他们的化妆 谁的化妆最有特色 敬 同学们一致认为是敬 因为脸上的图案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这几课呢 重点来了解敬的化妆特色 称之为脸谱 非常丰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非常的丰富多彩 这是静学的化妆 那么静学的化妆呢 有一定的规律 虽然很多 看起来很多 很乱 眼花缭乱的感觉 但是呢 它并不是没有规律的 它里边有一些知识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它 比方说 静学化妆 是可以通过色彩 来标志人物的 个性的 红色 中国人非常喜欢红色 用到红色的时候 都是非常美好的时候 我们的过年的时候 你看我们上面的 剪纸的颜色 是不是啊 还有大红的灯笼 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 婚礼的时候 中国人传统婚礼都穿红色 所以红色代表吉祥 因此呢 红色 往往象征 忠义 忠心 那么白色呢 怎么样 看起来这个人物 你们猜一猜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对 他是一个 代表反面的一个角色 所以细细的脸谱的一个规律 就是用色彩来标志人物的基本性格 红色表中意 白色表尖邪 反面的 黑色表刚直 性格非常的刚直 黄色表胸豹 蓝色呢 非常的威猛 绿色暴躁 脾气很大 这是用颜色来标志个性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发现他们脸上除了颜色之外 还有一些形象图案 是不是 看这个人物脸上画了一些黄色的小点 给人感觉像什么呢 太阳 对 像太阳 猜得真对 他就是太阳 在这表示太阳 他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当中的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后裔 就是在中国古老的时候呢 传说天上有十个太阳 太热了 好多人们没有办法生活 最后出现了一个英雄 他拿弓箭 把天上的十个太阳 设下来九个 剩下了一个 所以他是一个英雄 用太阳来标志他 再看 因为我们刚才学到的知识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你看 他这个颜色用什么颜色 红色 对了 红色 图案 红的颜色 还有图案放在一起来标志的一个人物 这就是脸谱的一种装饰规律 这个不用说 一看就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猴子 对 他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 叫孙悟空 非常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一个著名的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脸上的眼窝 嘴角的感觉 感觉是什么表情啊 像哭 想哭的感觉 很悲伤的感觉 对了 这个人物呢 打了败仗 最后呢 他自杀了 自吻了 所以说 他用哭脸来象征一个悲剧人物 好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脸谱 这张脸谱额图中间 有一个圆形图案 这是中国的太极图 他呀 用来象征智慧 那么这张脸谱呢 是姜维的脸谱 姜维呀 是中国三国演义小说当中的一个人物 他神机妙算 所以在他的脸上 画上一个太极图案 用来象征他很有智慧 在真正的戏曲演出当中呢 脸谱不是像刚才咱们的游戏一样 画在面具上的 你们知道画在哪吗 对 画在真人的脸上的 那么同学们想不想 现场感受一下 那么一个戏曲演员是怎么把这个装扮画在脸上的呢 好 老师呢 今天特意为大家请来了 河北省咱们经济院的一位专业演员 专业化妆师 请大家为咱们当中某个同学来画一个脸谱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脸谱化妆的魅力 好不好 好 哪位同学想上来体验一下 我 好 楼兰上来 下面我为大家给 他画的是一个京剧的脸谱 它是一个老脸 就是老人的脸形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同学们 刚才省经纪院的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 为我们演示了怎样在脸上勾勒真正的戏曲静觉化妆的一个步骤 同学们觉得精彩不精彩 精彩 非常好 同学们 脸谱除了可以画在脸上 在戏曲当中进行表演以外 中国的穿剧艺术还把脸谱做成面具和魔术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 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 称之为变脸艺术 特别神奇 特别受到观众的喜欢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高兴 转发 打赏一下 独开 播击 转发 打赏一下 眼神好 划与新鲜 眼神更换 大舊 东起荒水 大舊 针之火箭 伤口 白狼 权之变化 乖 张富锤炎 计穿不断发展 肯涩就愿 老费自带的相传 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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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性感 变出国中华民族 七向万千 叶阳天 万字千鸿外 光阳 叶阳天 怎么样 神奇不神奇 瞬间就可以变换多张面孔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 但也非常难学的艺术 在我们四十二中 就有一位同学会表演变脸艺术 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位同学 在课堂上为我们现场表演 好不好 好 大家觉得好不好 非常精彩 刚才我们同学们已经通过脸谱的小知识 还有变脸的艺术了解了中国脸谱的这种魅力 同学们想不想也亲自来画一画脸谱 体验一下画脸谱的这个艺术呢 老师呢 给同学们准备了一张纸浆的面具 同学们可以把自己对脸谱的感受 以及我们学到画脸谱的方法 画在这个面具上 最后我们在戴上进行一个展示 好不好 好 下面先听老师来给大家介绍脸谱怎么画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准备好铅笔 把你对某一张脸谱的轮廓 还有一些图案 用铅笔勾勒在这一张白色的空白脸谱上 然后呢 我们再用黑色去把眉窝眼窝嘴窝这些黑色的部位先画上 最后呢 我们是加上大面积的颜色 还有点缀的小面积的颜色的色彩 这样分步骤来完成 不容易脏 不容易乱 好的 那我们现在同学们就拿起我们的笔颜色 来开始我们的体验吧 好 白色的天堂 破到他 黑色的魔鬼都也差 黑色的猴王 颜色的妖怪 灰色的精灵 小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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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 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溃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 生蛋静默唱电作打手演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 你不懂戏剧胡说八道气得演演胡子只往脸上翻 老爷爷你别生气允许我身边 就算是山沉海为老吃也会翻 艺术于世代不能离开人 要创新要发展 哇呀呀呀 好我看同学们已经把面具脸谱画的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呢同学们可以尝试把你们画的那个脸谱呢 再给自己脸上互相看一看什么感觉啊 好不好 好 好同学们 这一节课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了解了中国戏曲的一些小知识 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了戏曲当中生蛋静丑的化妆方式 重点呢我们来了解了脸谱的绘画方法 和他的一些小技巧 还亲自看到了专专业演员是怎么进行化妆的 其实在戏曲演出的时候呢 戏曲演员不光在脸上有化妆 身上也会穿上非常漂亮的戏曲服饰来进行表演 那么下一次呢我将和同学们一起来了解戏曲当中服装的魅力 大家期待不期待 期待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就先上到这儿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下一次课的精彩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这一节课就到这儿下课 起立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